武器禁运将结束 为何伊朗不要中俄新战机 自行研发重型战机 另外为何唯一感到揪心的只有美国 敬请关注本节目 还有约一个月时间 伊朗武器禁运就即将结束 到时伊朗可以合法地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军事大国购买武器 尤其是先进战机和各类型的导弹等等先进武器 其中伊朗会购买哪款战机 被国内外军事媒体和军迷朋友广泛议论 最近这个话题又有新的波澜 伊朗决定自行开发新一代重型战机 性能达到第三代战机的水平 集合歼10A、S-27、F-1维等等战机同等技术水平 这是否会说明伊朗会放弃大批量外购战机呢 外购战机只是作为伊朗短期内恢复空军战斗力的手段 购买数量大概率低于100架 未来伊朗空军将是以国产战机为主 引进外国先进战机技术或者零件 那么伊朗选择范围除了中俄两国 还能包括一些部分欧洲国家 德国的先进制造设备 法国的基载武器和雷达技术 甚至连英国都有可能提供引擎技术 当然欧洲国家能提供的技术 肯定落后于这个时代 能拿出90年代的航空技术 已经算有良心了 伊朗现在的航空制造 停留在第二代战机的水平 他们已经成功仿制美国的F-5轻型战斗机 而航空设计水平 或许能够达到复制F-14的水平 毕竟伊朗用了几十年的F-14 还能够在美国制裁封锁的情况下 保持两个中队的F-14处于服役状态 已经很了不起了 总体来说 伊朗的航空制造 拖了航空设计的后腿 F-14是伊朗空军的主力 甚至是一种精神象征 伊朗自行研发的重型战机 一定是基于F-14 不过F-14可变异结构 就不会被仿制了 一方面这个结构被证明已经落后于时代 复杂的结构增加了飞机的自重 但飞机性能已落后于其他机翼结构 另一方面 加工难度太大 一大块主机翼盒子是整体制造 是美国的独门技术 伊朗无法获得的 暂时来说 伊朗新一代重型战机机身 与F-14相似度很高 但机翼使用现在某种固定形状机翼 伊朗研发重型战机 包含的技术和零件 有非常多的选择了 光是俄罗斯和中国都可以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 中国提供一套歼11B技术方案 俄罗斯能提供一套苏30技术方案 从雷达到发动机 包括基载武器等等 欧洲会抓住机会 提供各种各样的战机部件和相关技术 例如弹射座椅 基载导弹 甚至发动机 直接向伊朗出售成品战机 意味着得罪不少中东国家 但是向伊朗出售战机技术 而且涉及好几个国家 那么变相罪不责重 赚钱风险就少了不少 伊朗通过外购引进先进战机技术 实现先进战机国产化 这是自力更生 其他中东国家也不好意思直接抗议 唯一感到揪心的 只有美国了